宋干节是泰国人迎接新年的假日 这个假日是从佛教信仰衍生而来 自古以来就是最重要的绳统假日 宋干意思来自泛语 犹太阳为之改变的意思 今年泰国为了庆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3年 把宋干节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政府宣布4月泰国全国各地将举行共21天的泼水活动 宋干节大约落在每年4月13至15日 泰国人会在这一段时间泼水幸祝 近几年不管是本地人或游客 都会带着水箱参加黄昏 热热闹闹的泼水 及涂抹象征海韵的粉末 一方面是为了消暑 一方面是新俗写一年的衰运 按照神统习俗 人们为了行求婚术 表达孝顺而祈福 一般会向长辈行低水里 事外 泰国人用神统香水和各种鲜花 放在水里浴佛 并去寺庙为子仙布施 行善做功德 我们泰国人员祝您送干节快乐 祝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 节节愉快 欢呼共同吃酒水 欢呼共同吃酒水